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 今天就带大家去一家氛围感十足的店 就像图片上拍的这样 他们家的甜品是不是特别的好看 那更加特别的是 本来是这样做蛋糕起家的一家甜品店 却靠着牛排获得了更多好评 这就跟着我一块去品尝一下 看看这家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的英文名是KK 然后Chani是我一个很好的同学 她是做茶的 如果年轻人的一个想法的话 就是两个好朋友在一起开个店 嗨 大家好 我是Dani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家我特别喜欢的店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呢 看看我周围的环境 特别的浪漫 特别的清新 很适合女生来拍照的一家店 但是他们家好的绝不经理 是环境 看看一进门 首先映入眼帘就有一个长长的甜品味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女生 会拒绝这么好看又特别好吃的甜品 而且呢他们家还做西餐哦 咱们赶快去二楼尝一尝 最早的一个初衷 开成一个我想要的一家店 然后有氛围 有环境 甜品 加一些brunch 就是简餐 惠林顿牛排的由来呢 早期是由法国的肉派演变而来的 他们喜欢把肉剁成泥 包在酥皮里面 制作成一种肉派 我们家的惠林顿牛排 一直是自己开的书 然后所有的酥皮呢 就是能保证的 我们是用的动物黄油 相对来说 它的奶香味会更重一些 然后呢琉璃籍呢和鹅干呢 就是精选一些比较上层品质的 然后蘑菇酱的调味呢 都是新鲜蘑菇自己炒制的 也拒绝半层品 我们的菠萝酥的那个外表皮 是会比较好看 外形和口味都一直得到客户 比较认可 它们家的酥皮是一大特色 尝上去呢 也是那种奶香十足 形香不比的感觉 哇 再切一下这个牛排给你看 入口的感觉是很柔 有用多汁的 中间夹层的那个蘑菇酱 还有火腿 菠菜 耳干 它们的味道 经过高温的烤制 已经完全地被这个酥皮吸收了 当然店家也很贴心地 旁边放了一个黑胡椒酱 我是比较喜欢它原来的味道 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 可以来尝一尝 我们家的那个明星产品 柠檬 蜜桃乌龙 千层 因为很多现在的女士 都是吃甜品低点 问哪个不甜 所以蜜桃乌龙 正好满足于它们的需求 比较清淡 然后再带着淡淡的 那个蜜桃的味道 你们看我都舍不得吃 这个蜜桃乌龙 粉粉的这个颜色 好适合女生 蜜桃的这个口感呢 很清新 奶油呢也很轻盈 它这个千层的这个皮啊 做的是很柔软 很柔嫩的一种感觉 所以吃到嘴里 瞬间在你口中融化的感觉 太幸福了 而且口感呢很清新 一点都不便宜 特别适合配 配肉类的主餐 一块来搭配 做的好逼真 你看这边还有一片叶子 好可爱 要把它敲碎 外面是一个壳 哇 你看 敲碎了这个壳 通过这个军裂的这个纹路 你就能看到里面 饱满又轻盈的奶油 就露出来了 喜欢吃酸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款甜点 我转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在这个饱满又轻盈的奶油里面 包裹的是满满的用柠檬皮 去熬制的蜜茎酱 这个酱熬的是酸酸的口感 特别的清晰 很简密 这是一款很适合夏天 在餐后来吃的小甜点 如果说你们是几个朋友 一块来的话 他们家还有那种 三层的塔式下午茶 有咸点 有甜点 再配上这样的红茶 相信你们一定能度过一个 非常轻松 愉快 惬意的下午 当初开KK这个店 是因为最起初 是因为儿子 就是小朋友喜欢吃甜品 在家只是随便地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蛋挞和饼干 被小朋友不停地哄 妈妈 你做得真好吃 这种哄片下 然后慢慢地 我就开始做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我要出去学习 学得越多 反而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光工作室就做了五年 这家店圆了第二个梦 哎呦 感情 这个真的是做得太多 其实中间也想过 就是放弃 因为觉得很累 有很多客户 我的老客户给了很大的支持 他们的作用就像我儿子一样的 一直是鼓励着我的 我很幸福 然后我希望把我的幸福 带给到店的每一个人 怎么样 刚看这个片子 是不是觉得我推荐的这家店呢 氛围感满满 而且牛排和蛋糕也是非常的诱人 那周末到了想要约会呀 吃一个下午茶 或者和闺蜜们聊聊天的小伙伴 都可以行动起来了啊 而且在这儿呢 也要告诉大家 他们家的窗边位 那个景色非常的美 记得要提前预定 不过在这儿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呢 记得佩戴好口罩 就餐之前洗手消毒 就餐的过程当中 记得大家要去使用工商工款 好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实测厨房 咱们一块去烹饪美味